中底的衰件程度如何呢 我觉得这是大家非常关心的问题 接下来开启节目 跟你们聊聊这双 爆款球鞋背后我所看的角度 哈喽大家好 欢迎回到我的频道 我是中大师 今天跟大家聊聊这双 非常具有市场热度的皮克青苔宝鞋 那么这双现在发布会 我是看了的 全程有点尴尬 对吧 还有些小翻车 然后当他那个首发配色的照片一出来的时候 我心里想的是 下次一定啊 这次不买 对吧 我相信很多朋友跟我都是一样的反应 看过那个发布会的可以扣个一对吧 在弹幕上说说你的感受 然后另一个点就是 过了几天以后 各种平台各种宣发对吧 各种推广都跟上了 大家对于这个鞋的关注度上升了 我的后台会有些问题 问我要不要买 我想了想对吧 新科技平台买一双没关系 然后3月5号那天晚上 我390元减掉80元的各种券对吧 319元买到 两天之后收到货 一看那个界面 两天卖出1.5万双 换算一下 就是在两天之内每分钟卖5双 哇 我就觉得有点厉害了 对吧 然后后面穿了一天 第三天再看 变成2万双了 2万双换算一下 就是3天每分钟卖出4.6双 这个成绩对于国产跑鞋来说 是非常骄傲的战绩了 对吧 然后就开始思考一下 中央鞋到底能够解决什么需求 然后我在一天的穿着之中也发现了一些小的问题 所以说接下来我就以一个消费者视角来跟大家聊一下这双 轻弹变成爆款背后的一些营销和它真正的这个产品逻辑是什么 那么首先这双鞋我问大家一个问题对吧 你记得它的一个关键词是什么 我觉得很多都是轻弹对吧 这两个字 然后你已经买了这双鞋可以扣个1 对吧 想买再了解可以扣个2 然后不会买扣3 不会买应该也不会点开这个视频对吧 那么进入正题 先说一下它轻 轻在哪 我这有个秤42码的 这一双鞋单支的重量 我看一下 178.4克 那么178.4克是什么概念呢 我手头有一堆硬币 然后我把这堆硬币撑一下 134 5 6 6 9 11 11个硬币的重量是71克 硬币不够 硬币不够怎么办呢 硬币不够对吧 换算一下 71大概就是两把半这么多 两把半是一个硬币 大概就是256个硬币这么重 就是这双鞋的重量 然后为什么这个时间当口发布这个轻弹科技而不是太极2.0呢 我的例子是这样的 首先太极在2019年掀起了匹克的整个品牌崛起对吧 成为核心科技 那么这个核心科技如果推出二代 之前对这个品牌有了解并且买过它的人 如何复购呢 肯定是全新的设计对吧 中底啊 鞋面造型啊 就非常好看 然后有性能的提升才会买 但是这个对于已经比较成熟的太极鞋来说是很难的 包括设计这个部分 你要做的很多人都眼前一亮 其实是非常非常难的 那么在这个档口发布这个轻弹科技 其实是弥补太极科技的短板 并且扩展匹克整个终点的科技线 那么太极重软 对吧 我的理解啊 那么这个轻弹 轻弥补太极材料是重 它密度大 对吧 软呢 跟弹呢 又是两个线 对吧 拉开 这个作为一个高端 这个作为一个中端的一个比较不错 具有性价比的产品 并且为了追求轻 鞋面也改了 中底也改了 外底也改了 对吧 就连这个鞋垫 它都是打了一半的洞 来减轻整双鞋的重量 所以说 一切一切的营销都是为了轻 加上390这种的售价 然后各种折扣下来319 自然而然 对于之前匹克有性价的那帮人 对吧 可能没买太极那帮人 在观望的 或说买了太极的人 都会想要来尝试一下 这个性价比之选 这也是为什么在两天能够卖出 1.5万双这种娇人成绩 当然说跟活动促销 有时候关系的 对吧 399咔给你砍一半 打了七折八折 这个可以啊 对吧 就买了 当然说 有一说一 现在发布了这么多配色 我唯一能够接受的就是黑白配色 不知道你们怎么 如果只接受黑白配色的 把一打在弹幕上 对吧 如果接受其他配色的 可以把这个 这个颜色的序号 发在弹幕里面 我买这个配色对吧 拿到手上177克 觉得还不错 然后想到另一双鞋 我这双 ZONE FLY SP 这双鞋鞋鞋面呢 同样的设计概念 对吧 轻质 然后透明的鞋面 在上面做了一些压胶 然后鞋 连鞋舌都是这个材料 整个后跟也没什么包裹 非常贴敷 就是柔软的 不行的一个鞋面 而这双同样的设计概念 就看起来没有那么透 并且在前面做了一些加固 但是这种鞋面呢 有个小的问题 就是在我一天的穿着过程当中 前面啊 整体脚背部分 是相对比较低的脚背 我的脚背偏高一点 然后鞋的部分比较软 然后这个部分呢 比较硬挺 在走路的时候 就会刮脚背这个地方 然后中底呢 两双鞋也是 截然不同的感受 尤其是前掌 这双休闲跑鞋 刚刚说的对吧 休闲跑鞋 那自然没有特别多的支撑 然后前掌 为了追求这种弹的脚感 它设计的比较厚 那么这双Nike呢 它在前掌会有一个TPU版 所以说整体前掌 是比较紧绷的那种感觉 能够把人 就是你一踩到地上 后跟就弹起来 它会有一个这种设定 这双Zoom X 我穿了大概有个 二三十公里了 跑步也跑了 和它轻弹 整体踩起来 它的溃缩反应是差不多的 这也是个 比较不错的感觉 对吧 既然能够跟Zoom X 有一个PK的地方 整体还是挺舒服的 就其本身来说 这个科技 我觉得还是有 它的可取之处的 只不过作用到 这个产品上 我觉得是有点表现不足 中间这一坨TPU呢 同样也是 就是只能起到 一点点的支撑作用 所以说在跑步上面呢 是不太能够 就是专业运动 那个领域的 然后在休闲方面呢 它的颜值 我昨天试了 穿搭了一下 感觉不是那么好搭 就是只能搭到短裤 或者运动套装 也没有说颜值特别出重 也不是说配色特别好看 所以说我后面想了一下 就是穿了一天 拍节目前想了一下 它真的只是一双休闲跑鞋 但是呢 轻弹的属性呢 盖过了它原本的属性 这我觉得很大一部分 就是造就了 它这个销量的原因 再加上这么强的性价比 对吧 打折一打下来 直接就是冲动消费 刚就干了 对吧 也不贵 所以说它在弱化 它的产品属性的情况下 对吧 性价比不变 所以说整个两边交会大 成交量就大 但如果说它把这个产品属性 说清楚 可能这个成交量就会小 因为什么呢 因为大家追求的 其实还是一点 就是这个产品买到 它能不能解决的需求 那么在我看来 颜值没有办法解决 休闲穿搭的需求 然后跑步的话呢 也没有说 特别针对于一些 运动表现型的设计 所以说 在跑步和休闲两头 都不大的情况下 我买的这双鞋 就没有一开始 那种兴奋感觉 就觉得好像解决不了 我的一个 某些具体的需求 对吧 然后还要说一点 就是这双鞋178克 我打开那个盒子 拿到手上 哇这么轻 对吧 但是穿到脚上呢 我感觉真的就是鞋面这种 擦我脚趾头的感觉 会比较严重 这双鞋230克 就像178克 两个鞋穿起来 其实感觉并不大 更多的感觉是什么 Nike这双 让我穿的有往前 要跑的冲动 这是它的 真正的产品核心 就是它的产品属性 对吧 有专业运动的属性 穿了这双鞋以后 再穿泰奇 感觉泰奇真是软到爆炸 MD怎么这么软 对吧 那么虽然说它重一点 但是它的鞋面 更加贴合 更加适合日常穿着 所以说这两双 休闲跑步 对吧 它呢 在它们中间 两头都不太搭 聪明就聪明在什么 弱化它的休闲跑鞋的 这个属性 强化性价比 强化这个清和弹 让大家觉得 买到了就是赚到了 所以说综合看起来 还是那句话 没有解决我的需求 对吧 但是呢 同样也不乏这种亮点 这个中底真的说实话 好好做一下 如果轻弹二代 能够在鞋面上 做一些改进 更加舒适 对吧 包裹感觉更加好 轻不轻 那十几二十克 我真的不太在乎 对吧 外底做一些 相对应的防滑处理 纹路做好一点 耐磨做好一点 中底加一些TPU板 能够让它成为一双 运动属性比较强的鞋 同时还能够在设计上 可能做出这种 还可以穿搭的样子 对吧 一定会卖爆的 哪怕它不是三百多的售价 你加个一百多块钱 哪怕加到五一九 只要它够好 我也更愿意接受 起码比现在 这个一代的作品呢 要承受很多 它能够解决 切实的用户需求 接下来就是 一些营销上的看法 匹克这一次 能够做的这么成功 引爆这个 女王节的购物市场 我觉得是挺开心的 真的 只有这么做 把产品拉开了 才能够更多良性的增长 当然说这个降价 肯定是最好打的一个 但是你后续的产品 要不要一直保持这个售价呢 你如何获得更多的品牌溢价 获得更多的科技力驱动的 这种付款呢 我觉得是匹克要考虑下的 所以说我个人建议呢 在青坛二代上 做的更加偏向于运动表现一点 同时颜值设计 更往上拔一拔 配色的话呢 说真的 一开始的那个配色呢 可以设计的更加 这个色彩和谐一点 对吧 至少对于我这种美术层来说呢 我是喜欢那种 比较和谐的配色 当然说不一定是黑白灰 不然说这个配色 我就挺喜欢的 对吧 当然也是白色 所以说还是祝贺匹克 能够获得这么好的成绩 当然说这双鞋 你要不要买 我觉得真的要看自己的需求 像我上述说的 对吧 能不能满足你的需求 你要自己把这个需求的曲线 去看正 而去忽略掉这些 原本有的营销 看产品的本质 真的 希望二代 加加紧 做好一点 OK 以上就是关于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 如果你喜欢的 可以点赞转发 关注我的频道 对吧 B站朋友 可以给个一键三连 来支持一下 还是祝贺他 对吧 取得这么好成绩 当然说这双鞋呢 我还是会体验一下 把它的最大最大的一个核心力 就是这个中底材质的衰减 给你们来展示一下 那么之后呢 我会这一周时间 传达